大家好 我是HELLO 今天受到朋友邀請來到沙田的石門 他就開了一間叫做蜂窩的日式放題打火鍋 邀請了過來試一下給點意見 他現在就開幕 我就進去坐一下 還有之後再拍一下食評給大家看一下 好 Let's go 他也請了微辣網紅姐姐佩南和藝人張子豐 我當然不收拾書 立即和他們拍合照 他的晚市火鍋放題有五種牛肉可以選擇 由最便宜的美國牛肉 到最貴的九州和牛都有 他開張當日都很快坐滿了人 我想這裏的街坊都很喜歡火鍋 我覺得其中一個挺好的地方 就是兩座位有個鑑板分開 就不用大家你眼望我眼 這麼尷尬 這裏另外一個賣點就是有muffin皮雪糕任食 現在坐下了 剛才很開心看到有佩南姐姐 我也和她拍了相片 真的很開心她邀請我過來 現在就是試吃的時間 就叫了兩個鍋 第一個就是麻辣鍋 這個麻辣鍋是比較特別的 一般日式放題是沒有的 還有它應該是台式的 它有些鴨血的 這個鍋很棒 就是可以鴨血任加的 而且聞起來 這個鍋的麻辣味很香 味道呢 就辣的 即是它的辣味是比較濃 但是它的好處是比較台式的 沒有那麼油的 那我先試鴨血 很滑的 不過相對上就淡味一點 相對上就不太濃味的 那除了牙辣之外呢 其實它還有另外一些五種不辣的選擇 那我就點了這個豆乳鍋 美人豆乳鍋 我就試試有什麼不同 豆乳鍋呢 有個 我好喜歡吃 這些 這些好像腐皮 哇 很棒啊 這個 這裡和大部分日式放題一樣 牛肉呢 就是落單點的 那至於蔬菜啊 丸類啊 和麵啊 都會在外面自己拿的 它有些蔬菜比較特別一點 例如就是日本南瓜 和乳衣甘藍 丸類也有些比較少見一點的 例如麻辣小龍丸 芥末沙律球 和淮山卷 而飲品都有足夠的選擇 那我現在呢 來試吃一下 那吃東西呢 當然是由普通一點 一路試去的最好的 才容易比較到 那我先試這一隻呢 就是叫做 Pime 的 Pime 的 Pime 是第二級的 看上去的樣子都不差 不過我要先試一下 我呢 用個牛肉 豆乳鍋試一試原味 我這些都是用蔥豉油試一下 嘩 不是因為它 是我的朋友 我說的 但是呢 真的不好吃 我會說 這隻呢 都我覺得好吃 都軟的 這隻Pime 我平時呢 譬如自己買牛肉打火鍋 呢 比較靚那隻來的 那個質感 就是比較軟 油花 剛才你看到照片 拍下去 當然 它不是最靚的 但是呢 它那隻都很軟的 很好吃的 這隻是尾以貴的 對 這隻呢 嘗嘗這隻尾以貴的頂級安格斯 嘩 我想大家都看到啦 那些油花呢 分布呢 嘩 都好棒 我覺得這隻已經 很好 錄了它幾下 嘩 我知道頂級和普通Pime 有什麼分別 這隻呢 原來呢 它跟它差不多 臨到差不多 但是呢 它的肉味呢 會更加濃的 對 濃一級 Pime 那隻 我覺得已經很正 已經OK了 那當然性價比 二百多元那隻已經很划算啦 已經很正啦 我覺得就 我剩下配合先 燙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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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很快的 這些不要錄那麼久 隨時浪費了 寧願關掉也不要過熟 和牛真的不同一點 肉味會有些不同 質感也不同 還有你會發現有些油香的口道 浪著魚香的口道 真的不同一點 不是說那個豆乳鍋裡面的豆腐 很棒的 原來外面有些豆泡 真的好吃 這個豆泡真的好吃 外面有些菇類和菜 都相對挺新鮮的 還有一些軟 當然選擇就不太多 其中一個比較特別的 叫我試的 這隻淮山 裡面有一顆淮山 好像獅子狗一樣 我剛才一咬 已經整塊淮山扯出來吃了 我放在麻辣裡 淮山吸了麻辣味 很棒 好像台式 我覺得打麻辣 是比較好吃的 選擇一些特別的東西 試給大家看 這個就是麻辣小籠 就是 好像小籠包一樣 麻辣的 我先放進去麻辣湯底 嘩 還是頭髒吃 一咬就爆了 整口都很糟糕 剛才說 都挺新鮮 你看這些番茄 都挺美 當然應該是本地的 但是都很美 就是麻辣小籠包 拿回來試一咬 嘩 好害怕 剛才爆了一點 它的表面就像 平時 這隻 平時大家也吃過 這隻 就像魚肉 包著裡面的芝士 它的質地表面就是類似這個 但裡面就是麻辣的肉 如果喜歡吃辣 這個好吃 我也是拿一些比較特別的 外面小件 可能我小件 這隻就叫芥末沙律球 裡面是千島醬 的汁 裡面有些芥辣 這隻也挺好吃的 試完它的牛 雖然我都不是經常吃豬 但也試一下 它的豬 看上去的色水也不錯 而且也夠薄 看看是不是真的好吃 它的豬味就不太濃 它是很軟的 就不夠滑 它的烏冬 看上去是挺漂亮的 是比較 白的 有少許透的 我不懂得分 但我覺得 這隻 看上去少透 應該相對上是比較好吃的 我猜 原來是對的 有少許透明的烏冬 是比較好 剛才錄了這麼久 都不軟的 有少許煙韌的 我拿了幾個 比較少有些 和貴一些 包括魚衣金藍 和冰菜比較少便 但很新鮮 剛剛夾了冰菜 吃起來很爽 金藍聽說 都是超級食物 因為纖維很厲害 和相對比較貴 近年便便宜了 金藍不是每個喜歡吃 因為纖維很多 吃得很厲害 但很有益 這裏有一個特別的蟹 蟹柳周圍也是 這隻叫大騎蟹柳 是比較特別的 比較淺色 一絲絲 但這隻 記住 拿一錄就馬上拿上來 因為我剛才試過 放了一陣 我以為平時的蟹柳 我的頭已經散了 這隻蟹柳的質感是不同的 它呢 是一絲一絲的 因為平時的 便宜的蟹柳 是很多 像粉一樣 一砍像醬 日本南瓜 大家都知道很貴的 這隻 它是推介我一定要吃的 我試一下 很肥的 很奶油 有時候變成一半南瓜湯 必吃回本就是 日本南瓜和蟹柳 應該是日本貨 還有烏冬 烏冬都是日本貨 應該是 正東西來的 這裏呢 還有一個回本位 我想有追開 看開我的朋友都知道 我最喜歡吃的就是 什麼 Muffin 皮雪糕 這裏呢 Muffin 皮雪糕也是飲食的 其中一個主打 它有士多啤梨味 朱古力和雲尼 我拿了朱古力味 那 記住 這個是另一個回本位 不要蝕 它主打是Muffin 皮雪糕 所以 甜品選擇種類就少些 暫時 其實有四樣的 因為另一個 Cupcake 開張的時候才有 另外就不知會有什麼甜品 所以我就沒有拍了 那就有三個甜品 一個朱古力 一個綠茶 一個芝士蛋糕 先試一下這個朱古力蛋糕 挺好吃的 雖然應該是拿貨的 但也不錯 好吃 綠茶蛋糕都鬆軟 也挺好吃的 不過綠茶應該是一些綠茶精 來的 它呢 它的綠茶味就 夠濃 但不是很漂亮 但也不錯 這些煮蛋糕 都是一般的蛋糕 那先做一點總結 我覺得 雖然是朋友 但我也要說一下 留言 地方是挺整潔的 而且坐得挺舒服的 其實都挺好生意 它剛剛開業 其實今天 起到七點鐘的時間 我已經坐滿人 外面已經排隊了 外面的蔬菜 還有很新鮮的 其中回本位一定是 日本南瓜 還有我喜歡吃這些 那些金藍 那些比較高價的菜 它都有 蟹柳也是高質的 烏冬也是 那些丸 有些都挺特別的 包括那個叫做 麻辣小龍 還有還有一隻 那個叫什麼 芥末沙律 那種我覺得挺特別的 其他我就沒有試到 牛肉方面 我覺得是高質的 我這些賣人 自己也不會吃最貴的日本牛 那種 我覺得已經很好吃了 其實吃蟹那種都夠了 那當然要追求高質素 就再升上去 加上還有一份雪糕 我覺得對於我來說是超值的 但是你不喜歡吃雪糕 可能就覺得來不吃 但是我覺得是OK的 我覺得值得支持的 可以再來試一下 喜歡我這條片的朋友 就麻煩訂閱 給個Like Share給朋友 還有在下面留言 那我下次再有什麼 好吃的地方 再跟大家分享 那這次就這樣 拜拜